拿一百块在武汉宵夜,如果不够再加一百。 要二十块钱的鱼,三块钱的虾子。 韩口前进二楼宵夜一条街, 白天这里蛮安静,但烧了晚上,热闹非凡。 刚刚起点钟,人都已经坐满了,车子进来也开不动了。 这就是武汉的宵夜文化,浓浓的烟火旗。 他妈妈来一笼。 小黄鱼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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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块? 十块。 十块是吧? 十块。 十块。 十块是吧? 好。 看到有人坐马蒙过来宵夜。 这就是武汉里点马蒙。 海鸥遇到了两位美女粉丝。 今天刚好在前进,然后老虎来吃东西。 刚好我们,我旁边坐着好的, 叫两位美女,他走着我的粉丝。 粉丝粉丝。 粉丝粉丝。 你们一家都在关注哦。 我开心。 快要在里面看着我的脸子。 你一直都疼的。 我真的满大。 真是开心。 我开心的。 我开心的。 我那个艺术头拿。 我开心的。 我开心的。 分享的太棒了。 然后我们一分享我们就去。 我们就是你。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。 说了都不好意思了。 真的,真的。 上次去玩的时候,你也看到吗? 每次出去玩都是让她早睡。 我们进来。 我们进来。 太好了。 太小了。 那我就更有动力了。 帮帮她。 我的脸太大了。 我要让后张一点。 我的脸对着。 我脸还不能满。 你还不靠光。 哈哈。 你吃完了? 还有。 还没点。 要好慢吗? 有点慢。 还要等好久啊。 肠毛和胶子都可以吃完了。 小黄鱼海猫懒。 等了40分钟。 终于桑桑来了。 靠大虾10块钱三船。 小黄鱼也是10块钱三船。 看到虾的表面有一层辣椒粉。 孤单的用酒精削豆。 然后用十字架开干净。 用手擦拭。 太辣了。 老板你是不是搞错了啊? 明明店里是不辣。 你跟我上里是辣的条吧。 我问了一下刚刚的粉丝朋友。 他们也说好辣呀。 好多了。 你已经没了味了。 你应该是买辣椒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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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好的一百块钱的小爷。 只用了八十多块钱。 辣椒我已经没了十余了。 在外头起了辣椒脂肪。 今天是最狼狈的一次。 真的是辣椒苦啊。 喜欢起辣椒的朋友。 可以过来试一下。 但是江湖这种起不到辣椒。 千万千万不要过来。 好了。 今天就到这里了。 拜拜。